我射程中的真理 我射程中的真理 如果有弱者 我可能會有幸運 我會很強 哈囉各位大家好 我是SignMioDais 今天要帶來的介紹是 B-S-Mine的配裝方式 那怎麼配B-S-Mine呢 我們可以去看他的技能介紹 首先他的技能 第一回主砲 攻擊必定會爆擊 所以我們可以用單次 單輪面板最高的武器 作為他的主砲 再來是副砲 裝備輕巡砲的時候 他可以增加他自己的鎖敵範圍還有射程 那最遠最遠 可以射到海的中央線 就是敵人只要踏入我們的中央線的時候 就會引起他的法砲 那 弱化的地方就是他會減少這個浮砲的傷害 35% 那原本他的底座只有兩座 一般戰艦有三座 他只有兩座 所以打起來的效果 大家就跟一般的輕巡主砲傷害 是差不多的 可能還是在高一點點 畢竟他是戰艦 火力本來就比較高 好的 再來是 第二個技能 這個是有70% 主砲發射的時候 會有特殊彈幕 不過這個彈幕呢 相當的不給力 所以你不用期待這個彈幕會多痛 所以這個技能主要是 講求的是我們的空母 只要他作為旗艦 他帶空母出去 鐵血空母都會增加他的航空傷害 那再來是未來 你有滯空權 如果你有滯空確定的時候 確保的時候 本來就會加20%的航空傷害 那再帶彼師賣出去的話 再加20% 所以你會有40%的航空傷害 在鐵血的空母上面 這完全是 彌補了鐵血航空 這部分的傷害不足 再來另外一個鐵血指導者 他只要出場 所有我方的鐵血船 他的炮擊雷擊 航空的暴擊率 暴擊率會提高20% 那裝填的效率 也會提高12% 尤其是跟鐵尾比茲一起出去的時候 會增加鐵尾比茲的40%傷害 因為鐵尾比茲 以前是只有他一個戰劍在後排的時候 會有額外30%的傷害 那今天兩個戰劍 如果是搭配 比斯麥跟鐵尾比茲的話 那鐵尾比茲原本的 孤傲的王女不會發動 那取得代制是 比斯麥給他額外40%的傷害 那比他自己攜帶的技能還要高 所以這邊可以確定說 比斯麥跟北斎 是可以綁在一起出去作戰 可以給北斎帶來更高的活力支援 好了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 這邊的配裝呢 第一個 主炮 我們可以選擇 單輪面板傷害比較高的 那 406 M6 這個東西就是 單輪 首輪 傷害面板最高的 那如果你還要考慮到 作為旗艦 可能你想要多打一些 副砲的傷害 那或許381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對上的是 有中中甲的敵人的話 那這個410的撤甲彈 也是可以不錯的選擇 那設備方面 因為第一輪必定暴擊 所以白彈 暴擊增傷 這個道具就非常的重要 第一輪暴擊在額外 再加25%增傷 對於他的第一輪 傷害是非常的可觀 所以白彈是必備的 接下來如果再沒有命中的問題的話 打敵人地圖 你可以配個黑彈 來做碾壓的動作 或是作為一般旗艦 你可以換雷達 也是不錯的 那防空部分 最好是給他這個 有加命中的防空炮 那不然普通 其實一般 後排能裝的 大概就是薄福斯這種 攻速可能比較快 不會拖累整體對攻 攻速的一個防空炮 好那關於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副砲的機制 那副砲機制我會利用實戰的 演練來跟各位說 裝備哪一種副砲會是比較好的 好首先是看到我們150 刻碟砲的輸出 刻碟砲的輸出 刻碟砲輸出呢 是直線兩輪 乘以二的直線射擊 那這個子彈的好處呢 是 就算射到最遠的地方 他的彈道 擴散範圍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很適合作為單一敵人的擊殺 當打王 打魔爺的時候 這個子彈是非常好用的 好接下來看到我們152試制 那152試制是一排三發 做一次擊發 那這個子彈的好處呢 可以看到在最遠的地方 兩顆子彈是比較密集的 那第三個子彈有點歪 但作為這個是比較有打面的一個效果 尤其是打這種未來有重疊的船 或是比較 應急的怪會比較好用 好再來看到我們的155被野炮 這個流彈呢 他雖然說DPS很高 但他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的擴散範圍角度太大 射到遠方的時候 他分散的非常的開 所以沒辦法集中火力去攻擊單一敵人 那如果是 你要少前方很多怪物的話 或許還可以用 不過基本上這種砲 在實戰的時候 並不是這麼好用 可能你在演習面會比較好 因為演習面大家會跑來跑去 所以演習面的地方 你可能會用這種砲 比較有好的命中率 好再來就是我們四座 MKS-7 也是俗稱的希臘圖炮 希臘圖炮完全就是 貝野炮的上衛版 那DPS也是相對比較高 那好處是他的 範圍射角會比較小 就算打到遠方 火力還算是比較密集 可以打到單一敵人 比較多的傷害 那一般來說 最好是推薦用這種砲 比較好 不過他量產比較少 那打自爆 或是打你一肉的單一傳種 或許還不錯用 那打自爆 或是打你一肉的單一傳種 所以前面看過實力之後 你大概可以知道 希臘圖炮呢 還有我們的海王炮 這兩支炮呢 算是 比斯麥副炮的一個首選 也是所謂的畢業裝 那可以根據敵人的數量 還有你打的對象 來做這兩個炮的調整 那演習方面 我覺得大概你使用 被野炮 可能 子彈的命中率會比較好 因為範圍比較大 攔截對方 如果對方跑得快的話 那或者是使用海王炮 有一個貫穿 兩人的一個效果 那彈數也夠快 子彈飛得夠快 可是有機會 容易打到敵人 所以大概 選擇上面就是這樣子 那你去多比較 看看你哪一種炮 你使用起來比較順手 所以以上是今天這個對 比斯麥的一些 配裝的一個講解 那希望有幫助到你 好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